下一個影響叫做濃度 就是一杯裡面的東西有多少 當然東西如果越多碰到機會又怎麼樣 越大嘛 所以濃度提高 就會增加反應的碰撞的機會 所以就會增加反應的速率 我們也是國中的像教 它會跟濃度成正比 濃度變兩倍 反應也會變成兩倍 所以 剛才講說東西要磨細 磨碎 怎麼樣可以磨得最碎 就是溶解 完全拆開 完全拆開 溶解可以磨最碎 配成容易 然後配成容易之後就可以調濃度 多一點或少一點 我就會是反應快一點或者是慢一點 所以在實驗室裡面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通常都是只要能夠配成容易的 我就配成容易 因為這樣子反應會比較快 耳球很容易控制 讓它濃一點或者是讓它淡一點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邊有一個模擬的動畫 這個動畫可以模擬兩件事情 一個是溫度 一個是那個濃度 我們現在先看濃度的部分 我們先看濃度的部分 我們呢 比如說我現在呢 這個是A加上BC會變成AB加上C 會變成AB加上C 所以我現在有四個A 有四個B 然後呢 開始 目前都沒有AB跟C出來 然後呢 讓它一起撞 一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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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看什麼時候 有出現了 好 現在就有反應了 有反應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把它變成 比如說我們有二十個A 二十個BC 然後一樣的溫度 一樣的溫度 好 我們開始做 馬上就有了 立刻就出現反應了 所以就表示 濃度會影響我們反應的快慢 OK 濃度越高反應就會越快 好 例題 這是給PH值 問你誰最快 那就是我們講過的 碳酸鈣加上C 被碳酸鈣加上CN酸 貝殼就是碳酸鈣嘛 然後反應快了 誰反應最快 那應該叫做 氫離子濃度越大 反應就會怎樣 越快 可是人家沒給我 氫離子濃度給我是什麼 PH值 那你要記得啊 PH值越大 氫離子濃度怎樣 越小 那是相反的 所以這是 貝殼跟酸的氫離子作用 所以氣質濃度越大 反應就會越快 那PH值如果越小 而氣質濃度越大 所以我們就挑最小那個 去講 所以他就是反應就是 他最快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A 可以嗎 可以 好來 請問你 這裡誰反應最快 這個誰反應最快 我現在照不到人了 就知道請你站起來 自己回答我 就沒有可愛的你的臉 因為照不到你 我想你照不到你 因為他出了問題 這個人叫做三十二 三二 你選C 這裡有兩個變因 第一個是面積 塊狀的面積小 粉狀的面積大 所以要快要敲粉狀的 第二個要敲 岩酸的濃度 岩酸濃度越大 反應就會越快 所以 貝殼越細 表面積越大 反應就會越快 然後岩酸濃度越高 反應就會越快 所以最快的就是 我們要挑粉狀的貝殼 我們要挑濃度大的岩酸 然後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可以嗎 可以 最後還有一個因素叫做 沒有最後 後面還有 壓力 壓力通常是跟 氣體的反應快慢有關 壓力變大 什麼情況下壓力變大 同樣的體積 氣體越多 壓力越大 同樣的氣體的數目 體積越小 壓力越大 同樣的體積 同樣的數目 如果這分子跑得越快 壓力就會越大 而這些東西 都會使我的碰撞機會變多 比如說同樣體積 顆粒多顆粒少 對不對 剛剛看過嗎 四顆 剛剛有十顆 對不對 或者是說跑得快跟跑得慢 或者是同樣是十顆 可能體積很小 但狀況就比較多 所以這些都會 這些都會使得壓力變大 都會使得碰撞機會變大 因此反應都會怎樣 變快 所以這是要壓力的影響 壓力通常在講氣體的時候 會產生的作用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講到的 有關於濃度的壓力 什麼之類的問題 OK